大家好,我在内蒙捡了一堆房子 要是没人认领,我就在内蒙过年了 看看,这真是一堆啊,房子非常不错 好像是水泥的 一共有好几十个,那边还有一片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地方露营的 这个房子住的真挺不错 地下现在种了很多这个黄豆 放一张床,放个桌子 绝对没问题,再装个门 这个就是房子的底座 我们昨天就在这个庄介地露营的 车已经收拾完了,然后我们马上就要继续出发 今天的目的地是阿尔山 昨晚到了阿尔山了 然后这里是阿尔山的无力泉 阿尔山的泉水是非常非常好的 风好大 一会我们去打点水去 这是无力泉的一个停车场 昨天晚上这里的气温已经达到零下五度了 一根河还要冷 这儿就是无力泉打水的地方 看看我的水箱刚才擦了擦多脏 小姐 不害我 这么脏的水箱 白色的纸巾 变成灰的 就这么着吧 到了根河也是脏 差不多擦一擦这个泥就行了 所以说水箱必须要好清理 一个月 可能有时候用不了就脏了 走打水去 看这还要卖这个水桶的 盛水齐全 大家都是跟这打水很清 走 非常棒棒吧 满了吗 没有 再来一袋 再来半袋 肯定就是没清干净 但是没事 那这水也好 这有钢尔波齐那好吗 应该没有吧 打完水准备出发了 今天就到 海莱尔了 然后也是我跟祥姐 即将就要分开了 我一个人去根河 祥姐不去了 想想提前回去看看她爸妈去了 出发了 出发 阿尔山的秋天是真漂亮 但是现在有点过季了 今天我们去看 昨晚上我们又到了海莱尔了 这个熟悉的地方 还有没有朋友记得这个地方 这是我跟祥姐满满的回忆啊 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我跟祥姐在这个地方待了好长好长时间 今天我就要跟祥姐我们俩要分开了 从今天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见面了 这回是真正的分开了啊 祥姐 马上就要回家了 相见不如怀念 终于可以离开你这个事儿爹了 相望于江湖了我们 现在我们正在收拾车啊 早上起来了把车收拾一下 然后就准备 我就奔根河了 祥姐就回家了 先吃个早点去 刚才吃了个韭菜盒子 散伙伴 现在就是就相当于散伙伴了 一点多了 祥姐 我要回家了 拜拜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 终于结束了 有没有要对我说的话 就马上就 这辈子不知道啥时候再见了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以后就省心了 不用争取了 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 走吧 拜拜了您呢 拜拜了您 开门 看看我的小狗狗 别让它跑去了 师师 师师 我要走了 师师 老爷要走了 咱咱师师 别让它跑去了 回去 后边去 回去 后边去 哎呀 别激动了 走上后边去 回家 他激动了 后边去 哎呦 后边去 别让它跑了 三三后边去 看 小师师 依依不舍的样子 他就喜欢老四 你是不是就喜欢老四 是啊 那你对我的老三公平吗 老三不理我 老三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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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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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了 就此别过 江湖再见 注意安全 嗯 我也走了 我要去海拉尔 不是 我要去根河了 我们俩这一别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 明年 祥姐也不出来了 我也不出来了 啊 就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了 然后在一起 七年多的时间了 七年多的时间了 但是下次见面真的就不知道是啥时候了 所以网上很多人老说我们俩是情侣 我们俩是两口子 现在你看看 呃 今天就可以证明我们不是啊 终于到根河了 现在已经五点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 这边黑一天黑的早 又来到了奥鲁古雅 这边有一停车场 我昨天天黑了 才到的这个根河 现在在奥鲁古雅这个停车场呢 今年来的人不算多 野人在这呢 还有张小白 还有木工 还有老妹 这都是认识的 好朋友 飞天 今天要跟小白这个修一下 给他修一下柴暖 飞天上车 上车 飞天上 好乖 真乖 一来根河就有活啊 现在先帮他们弄好吧 趁着天还没有那么冷 如果过两天 天冷的话 再弄这些柴暖 就太麻烦了 现在根河白天的气温在 我看看啊 十几度呢 在十几度呢 晚上 零下零度左右吧 今天早上起来车里的最低温度是六七度 还是比较 冷的 就又来我们家许木咯 上车 坐后边 对 坐后边 感谢 哎呀 太感谢 来这个柴暖 这买个配件 有人吗 买了两个这个东西 一个油箱的嘴子 一个柴暖 小白劲有钱,15块钱,不砍价 我不会缠,这玩意我不懂啊 要买个菜我就缠一缠 我们现在回来了,买了个桶 买了一个半根这个长暖管 然后加上这个小嘴子 一会呢,就给这个小白这个装上 哎呀,这啥呀这是 他正好拆暖在这 现在他这个车的油箱是在车的外面 然后到根河这种冷的地方肯定是不行的 零下30多度就用不了了 所以要把油箱改到车里面来 这不是搞个洞吗? 对呀,就得搞一个洞 车里面不是柴油味,老龙吗? 没,几乎没味 柴油味不是很大吗? 不不不,几乎没味 开干吧,开干,辛苦了 从那底下搞个洞 搞个洞不漏了吗? 这不得装上这嘴吗? 嗯,从这差不多吧 下方呢? 这么放? 这么放不好啊 不好啊? 你要这么放吗? 就怕这儿渗油啊 对吧,因为柴油容易渗 你这么放好,咱们就这么放 这么放,然后加油的时候也好加 一开门就能加了 你那么着放,你还得倒来倒去 底下也会是牛吧? 不会不会,装好了就不会 想解那车用的就是这桶 是吧? 用了一年没问题 开中间,中间是那什么? 有线 对 中间有根线看有 这小细胳吧 正好塞进去 是吧? 对对对对,好好好 好了,咱们现在把这个管也装好了啊 这个原来这个抽油的泵位置不对 然后给它改了改也 然后这边都已经弄完了 都插好了 等于把这个油路改到这个水桶里来了 加油就从这加就行了 夏天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桶摘下来扔了 如果想用原来的油箱 就接这根管就行了 现在把它这根排气管改一下 因为这个排气管不能放在车底下 放在车底下的话 它容易把进气堵了 然后要给它伸出来一点 探出来一点 现在把车顶起来 它这个底盘太低了 脑袋都塞不进去 OK了,收工了 要把这个排气往外伸一点 好了,现在弄完了 小白去加油了 感谢,感谢,感谢 不客气 这狗不错啊 这小狗,看看 小狗多可爱啊 他就跑出去了 你是不是不想要了 赶紧跑出去了 我感觉你是不是不想要了 行 刚改完一个柴暖 汪汪妹这个音响坏了 然后给它看一看 我这儿到了根河就变成修理工了 这啥也没动啊 这拆开就好了 这什么情况啊 这个有病怕医生是吗 啥也没干呢 光拆开测了测了测电压 然后就有声音了 啥别说了,修理费啊 要二百五千 小白回来了 哎呀,没打满呀 没加满 加满呗 就这都加了一百块钱了 嘿,你过两天换35号的 有了更贵 我的妈先拧好用先用着吧 345号再说 就这不得用两天啊 两三天 这个能,没问题 大多少升啊 这是 这就15升 反正一百块钱 十多升吧 十多升啊 先试试 好 这个长按 长按 然后等那个 哎,字幕一出来松手就行了 然后它开始蹦油 蹦蹦蹦蹦 估计得蹦两三遍吧 你这管短可能还好一些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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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了吗 怎么又下来了 91了 还是没有 哎呀,还没过来好像 过来了 96不就过来了吗 小白的拆暖解决了 汪汪妹那个音响也解决了 音响 嗯 插热电可以用 但是不插电用不了 嗯 不知道啥原因 这个就得找专业的 小白这个移动电源的充电器 好像又坏了 啊 给他看一看 不是修这个 就修那个啊 今天 整了三页东西 哎呀 看看他这个咋回事 灯亮了 看看 看看 有没有电吧 这个 还真是坏了啊 我的跟他的一样 把我的借他用一用吧 小白 还真是坏了 真的坏了吧 应该是坏的 这个 这个应该没坏 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 就是这个坏的 就是这个坏的啊 没错啊 现在借我用 当然 我就在这不动 你那个 你那个还要吗 那不要了 坏了要的干啥啊 那不要我就给他拆开 我再看看里头 行 死马当活马医了 行 到哪里 到时候还得拆一下 充一下电 去哪里 行行行 那你先用这个 你要用的话 那我再拿 好嘞好嘞好嘞 咱俩这个 一会给他拆开看看 到底是啥问题 刚才检查了一下 好像是这个头有点问题 测了测电压 有时候有电 有时候没电 应该就是这头 把这个头换一下就好了 基本确定了 就是这个头的问题 然后 我这个找了一个 但是不行啊 这个线有点太细了 看人家这线 是吧 怎么着也得1.5平方 平方差不多 我这个有点太细了 所以先买个头吧 买个头给他换上就行了